5架俄罗斯伊尔76战略运输机先一步抵达中国,为普京访华做好准备,此次前来,俄方充满了诚意,因为有一个请求,只有中国能做到,以使未尽,可以知心替,以人未尽,可以明得失,欢迎订阅老海说时。 普京受邀访华,提前做足了功课,俄罗斯总统普京访华的消息由中方正式确认,此次前来,俄方释放了十分强烈的信号,中俄进一步合作势在必行,中俄作为比林而居的两个大国,一举一动都受到全世界的密切关注,中俄之间频繁的外事访问,被外界解读为中俄关系越发稳固的象征,普京对于访华事宜一向十分重视,往往会提前做好充分的准备来展现诚意,此次也不例外。 近日,普京接受了新华社的专访,强调了中俄关系正处于历史最高水平,对金砖国家、上河组织、乌克兰危机等人们十分关注的热点话题,做出了回应,除了政治上的表态,普京还表示自己对中国武术了解不少,对中国哲学充满敬意,家人也对中国文化很着迷,其中有一些人还在学习中文,可见,普京对于此次访华做足了功课,因为此次访问不仅是对中俄双边关系的深化,也能推动一系列的合作项目, 还是讨论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的重要契机,按照惯例,中俄双方的讨论将包括经济合作,能源项目,外交政策,以及应对全球挑战在内的多个议题,访问前夕,两国的相关部门进行了密集的筹备工作,确保访问期间的各项活动,会谈和协议签署能够顺利进行。 此外,普京还准备了一份表达善意的特殊礼物,这也是以往双方高层互访中常见的外交礼仪,体现了对两国关系的尊重和期待,此次普京访华和以往不同,在当前国际形势动荡波安的背景下,通过中俄高层互动,双方有望在多领域达成新的共识与合作计划,向世界展示新时代的大国外交该怎样做, 就在普京访华前,俄方为了确保访问顺利进行,派出了足足五架运输机打头阵,五架运输机打头阵,确保访问顺利进行,这五架运输机隶属于俄空天军第244特种飞行队,当总统需要出访时,该飞行队就会将总统的专车,护卫车,通讯设备,以及其他物资先一步运往目的地,这是俄罗斯在外事访问时的常规操作,不仅能展现本国强大的实力,也能在细节上做到万无一失, 除了俄罗斯有这样的习惯,美国也有类似的行为,只不过显得更加霸道,除了总统的专用车辆外,还会带上总统专用的直升机海军陆战队一号,彰显美国的军事实力。 我国在近几年使用的是另一种方式,用民航包机运送专车,这是因为我国在过去缺乏大规模的军用运输机编队,无法专门抽掉一架运输机用于外事访问,但随着我国军事实力的稳步提升,在大型运输机领域取得了突破,其中最引人瞩目的要属于20运输机的列装。 约20在最近的一系列任务中证明了自己,比如向阿富汗运输救灾物资,向塞尔维亚运送防空导弹,运送解放军出国参加演习,既展现了中国的实力,也证明了我国的空军发展十分全面。 约20为中国空军组建运输机部队提供了基础,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也许在未来的某一天,我们也将看到约20承担起和伊尔76相同的重任,向世界展示中国的实力和自信。 当然,俄罗斯运输机的到来只不过是热身运动,真正的重头戏,还是普京的到访,俄方的请求,只有中国能做到,普京此次访华的脚步略显急促,比如之前的两次国事访问,都没有把中国当作首访国家,访问的时间也一般在6月份,也就是普京正式就职后的一个月,普京第一时间找上中国,很可能是因为俄方有一个重要的请求,只有中国能做到。 普京认为,尽管国际环境复杂多变,俄中两国的关系不仅没有受到影响,反而持续增强,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中俄之间的经贸合作,展现出极强的韧性和巨大的潜力,尤其是在面对外部压力时,这样的表现显得更加可贵,这离不开双方在经济领域深度合作的决心和成果。 中俄之所以能达成合作,是因为中俄形成了一种超越意识形态和政治局势的伙伴关系,不受限于短期的政治考量或意识形态差异。 这也是中方一直努力寻求的模式,根据客工放出的消息,俄方将和中方签署联合声明以及一系列双边文件从战略层面确定中俄发展的方向。 还要讨论一些最具有现实意义的问题,在这个时间节点,这个最具有现实意义的问题很可能指的是俄乌问题,俄乌问题是俄罗斯当前面临的最大挑战。 虽然乌克兰在俄罗斯的攻势下节节败退,但俄罗斯也始终没有彻底终结这场战争,至于俄方是在对乌克兰采用高压慢顿的战略,还是故意放缓战争裂堵,做好万全准备应对乌克兰背后的美西方国家。 我们不得而知,但我们可以从普京政府的表态中看出俄罗斯非常赞同中国关于停战的建议,俄罗斯一直没有关闭和乌克兰谈话的窗口,只是双方由于各种原因始终无法达成和解。 如果通过这次谈话,可以让俄乌停战,回到谈判桌上解决问题,俄罗斯就能够从困境中脱身,专心应对西方的威胁,权力和中国合作,可谓是一举多得。 所以,普京此次访华,有可能是想通过加强和中国的合作,来让西方国家停止对乌克兰的窜多,进而创造一个稳定的发展环境,放眼世界。 有能力,也有意愿回应这个请求的只有中国,中俄有哪些大事要谈,事实上,外交部已经提前较底了。 在被问到对普京这次访华有何安排时,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明确表示, 中俄会就双边关系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 也就是说,普京这次来,至少要谈两件大事,一是中俄双边合作,二是包括俄污问题,在内的各种国际问题,先说第一件大事,相关数据显示,2023年中俄双边贸易再创新高,达到了2401亿美元,今年1至4月,中俄贸易额为765.81亿美元,增长了4.7%,这意味着中俄经贸合作持续向好。 在这种情况下,俄方继续推动两国合作,特别是经贸领域的合作,无疑是相当有意义的,而且,双方在能源、航空、粮食等领域合作势头强劲,就拿能源领域来说吧,2023年,俄罗斯向中国出口了227亿立方米天然气,要知道,这个数字大约是上一年度的1.5倍,与此同时,俄罗斯天然气的对华出口额增长了61.7%,普京这次来,可能会签下事关中俄经贸合作的大合同, 毕竟,他去年访华时,中俄就签署了两国历史上最大的粮食供应合同。 再说第二件大事,在各种国际问题当中,对俄罗斯影响最大的莫过于俄乌问题,最近这段时间,美西方加大了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力度,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就是,美国政府批准了高达610亿美元的对乌援助法案, 而且,美国官员宣称,他们正在加速部署给乌克兰的军事援助,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自然想听听中国在这件事上的意见,同时寻求中国的帮助,妥善解决俄污问题。 此外,巴以冲突,金砖峰会等,也是中俄双方要讨论的重要议题,不过,这对于美西方来说,恐怕不是什么好消息,美西方要小心了,因为这意味着,中俄合作很有可能更上一层楼,到时候,美西方对中俄的围堵,恐怕会逐渐走向破局。 要知道,俄乌战争爆发后,美西方对俄罗斯实施了力度空前的经济制裁,使得俄罗斯经济备受影响,而中俄,加大在能源,粮食等领域的合作,无疑有助于俄罗斯突破这种制裁。 毕竟,俄罗斯经济之所以没像美西方预想的那样陷入停滞,就是因为积极开拓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市场。 此外,中国不久前就乌克兰危机的政治解决,开展了第三轮穿梭外交。 这一次,中国特势理会不仅访问了土耳其、沙特等国,还与巴西、南非等国官员进行了沟通,要知道,后者曾被瑞士点名,要求参加乌克兰和平峰会。 普京这次访华,可以和中国就第三轮穿梭外交的情况进行沟通交流。 同时,商讨政治解决俄乌问题的方案,有了中国的帮助,俄乌问题势必会走向和平解决的一面。 在这种情况下,美西方再想搞功或交由那一套,恐怕会更难。 而且,美西方也不要忘了,与俄罗斯缠斗会威胁他们的霸权。 当然了,这也是美西方频频挑拨中俄关系,百般阻挠中俄合作的原因。 然而,中俄用事实打脸美西方,中俄进一步深化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针对第三方,同时也不受第三方胁迫和干扰。 不管美西方搞什么小动作,都无法撼动中俄友好的大局,更挡不住中俄在个领域,特别是经贸领域,进一步深化合作。 在中俄建交75周年这个关键时刻,普京到访中国,无疑会让两国友好关系更上一层楼。 大家对此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内留言。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记得点击订阅,我们下期见。